娱乐圈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 很多人甚至凭借一部作品便可以爆红 但有些明星在爆红之后并没有珍惜自己的星图 反而因为自己的各种作死行为而毁掉了巅峰器的事业 1.张纳拉 作为最早一批来中国工作的韩国明星 张纳拉不管是颜值还是实力都属于艺人天花板的行列 源源的脸蛋精致的五官 灵动的演技很快收获一大批粉丝 她的代表做刁蛮公主到现在都没有其他作品可以替代 她所塑造的小龙虾更是开创了公主的别样感觉 与苏佑鹏合作还有别样的CP感 之后还用路易合作铁面歌女 餐饮刁蛮俏语衣都获得很高的反响 与此同时她的音乐事业也在发光发热 甚至还是北京欢迎你MV当中唯一被邀请的韩国极艺人 原本星图大好的她在回到韩国参加综艺节目录制的时候 却只言想赚钱就去中国 让观众觉得她把中国当成人傻钱断的地方 这种言论一经公开便受到中国粉丝的极力抵制 无论挽回自己的事业 她带着自己的父亲公开向中国粉丝道歉 却也无济于事 现在的她事业大不如前 近两年也只有皇后的品格大发不动产这两部剧 让她小着一把 其他韩剧并没有太大的反响 着实可惜 二 姚迪 已跑了十几年龙套依然没有得到主角的人相比 姚迪的明星之路无疑是非常顺利的 还在上大学的她便已经顺利进入了《红楼梦》的剧组当中 饰演王熙凤这个角色 虽然是刚出道的新人 但第一部作品便能拍摄这样的经典之作 她的起点无疑已经比常人高出很多了 之后她又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试炼33天》 《裸昏时代》等经典作品 由于故事背景与当时社会发展导致的年轻人爱情观十分符合 所以这几部电视剧一经播出便爆红 她也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和不俗的演技 得懂了众人的喜欢 她的事业也正是迎来了高峰期 可没想到2014年 周一剑这个词语火变全网 在有图有真相的证据下 姚迪插足买一粒婚姻的事情被爆了出来 证据刚被爆出来的时候 周二两个人便被骂上了热搜 她的事业也一落千丈 沦为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万般无奈之下 她只能选择暂停自己的事业 虽然现在的她偶尔也会接拍几部电视剧 但都是不浅的配角 想要恢复王人的人气比登天还难 如今姚迪已经结婚 但近段时间她的老公高杰 频频被爆出负面新闻 因此网友们猜测 现在她的感情路也并不顺利 提起周一剑 那就不得不说其中的男主角文章了 一直以来 她给观众留下的印象都是女强男弱 由于马依丽的事业比她更加红火 所以她一直都在镜头面前 经营着自己好男人的现象 当她通过奋斗和雪豹爆红之后 周二才发现 原来她也是个宝藏 可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虽然被爆出轨后 她当着媒体的面声乐俱下的向妻子道歉 并保证自己绝不再犯 可是事业依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也许是为了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 马依丽并没有追求她的责任 反而表示愿意原谅自己的丈夫 虽然粉丝都替马依丽感到不值得 但他们两个人的婚姻 外人毕竟无法插嘴 而网络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网友 偶遇夫妻俩带着孩子外出玩耍的照片 本来以为他们的婚姻会逐渐贵于稳定 可没想到 最终马依丽还是发文表示二人决定离婚 现在的文章几乎无戏可拍 她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幕后 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4.李小龙 她在刚开始宣布结婚的消息时 众多粉丝都为她感到不值 因为当时贾乃亮的事业 根本无法与她匹敌 作为童姓 她可以被称之为是这个圈子当中的老戏骨 甚至在16岁的时候 就已经凭借天玉这部作品 成为金马奖最年轻的影后 后来也为我们大家带来很多优秀的作品 似乎贾乃亮也觉得 李小龙愿意嫁给自己是自己高攀朗 所以在结婚之后一直维持着好男人的形象 不管是在节目中还是私下 都十分宠爱她 可没想到 却被冒出一配个万之间的做头发事件 女神形象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虽然他们两个人有只可爱的女儿 但贾乃亮依然没有选择原谅妻子 宣布两人决定终止婚姻关系 她的事业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现在不仅她拍摄的电视剧遭到主人的抵制 就连开直播时 也会被观众骂到无法进行下去 原本星途大好 家庭原本的她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5.张萌 2010年的大热剧《美人心记》 让仅仅只是配角的张萌顺利出圈 她饰演的魏子夫短短几个镜头就惊艳全场 她与唐嫣七位主演的《夏佳三千集》 扮演杨真真一角 俏皮可爱演技风头不输唐嫣 之后她又多次主演湖南卫视赏星剧 《天涯明月刀》《圣女的代价》等作品 《圣女的代价》甚至刷新的 湖南卫视当年的舒适记录 到2012年时 张萌与钟寒良主演的《天龙八部》 她饰演了王宇燕一角 因为《天龙八部》多次被翻拍 不免被观众与前作比较 因为李若彤与刘亦菲版王宇燕太古经典 张萌版王宇燕一度被吐槽宠 可能也是因为《天龙八部》 让张萌对自己的外表产生了质疑 之后多次陷入整容传闻 其实为整容前的张萌 外表清秀非常适合古装美人 与林佳妹妹的角色塑造 可惜整容后的张萌 不仅面部猙獰 表情也非常不自然 于正曾经这样评价她 看到她高速入云的鼻子都害怕 她整容后也导致没有导演 敢找她拍戏 事业渐渐进入停摆状态 加上那段时间 张萌还陷入了小三争议 拜光了录人员 好在张萌也意识到 轴容的后遗症 取出假体 但失去的人气 却挽救不回来了 只能慢慢沦游往后 好在事业事宜感情得意 今年张萌与姬圣冠冠结婚 纵观以上为明星 原本星途一片光明 可惜走错路 导致现在无人问机 有人说 云老圈就是一场残酷的名利追逐场 更迭速度太快 想要在这里生存 就要不断自我进一步 用作品说话 一旦犯错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